钟女士今年43岁安徽人 十年前嫁到宁波后 和丈夫住在海蜀区引江三村 钟女士说孩子的生母是陕西人 叫什么名字不清楚 当时她看到孩子可爱 对方也一再托付 她就把孩子抱回到家里 之后对方就跟她没有联系了 我以为她会回来 谁知道这一走就是五六年 就联系不上 因为小孩现在已经上大班了 最后一年了 明年过了一年要上一年节 因为什么都没有上不了小学 记者陪钟女士来到宁波海蜀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表示 当事人检视到妻婴以后 需要到公安部门报案 按照程序会进行DNA比对等 寻找亲生父母的程序 如果无法找到 会送到福利机构进行暂时收养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 为办理收养手续的适时收养无户口人员 应当办理收养登记或者适时收养公证 凭申领的收养登记证或者适时收养公证书等材料 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对于当事人私自收养弃婴但不符合收养登记条件的 可以转拟落户地县级公安机关调查核实 经调查核实符合相关规定的 可以以非亲属关系在当事人户内办理该弃婴的常住户口登记 如果有人想要来领养社会福利机构的这个弃婴的话 那向福利机构提出申请 然后在他们那里进行一系列的材料提供比对以后 最后一步到我们的这个婚姻登记中心这边来办理收养证 凭着收养证就可以到公安机关去办理户口迁移登手续 接着又陪中女士来到了辖区南门派出所户籍中心 民警了解情况之后表示 接下来会对中女士的申请进行登记 按照程序认定为弃婴之后才能走合法的领养程序 但目前还需要核实中女士提供的相关证据 以证实事情的真实性 188黄剑记者宁波报道